卖猪仔的新闻虽然都有大肆报道 却还是有人前扑后继踏上不归路 23岁的华裔青年因为相信高薪招聘广告 飞往泰国后沦为猪仔下落不明 曾经立祖儿子的六旬老妇痛彻心扉 责怪自己应该再坚持劝祖儿子 为儿子牵肠挂肚的老父亲黄先生 今天与妻子在公正党四言末 区部熟理主席郑成龙的帮助下召开记者会 黄先生说儿子因为工作薪水低 决定相信朋友介绍的泰国高薪工作 今年3月出国后就甚少与家人联系 直到今年10月9号才和家人视频通话和求救 只自己沦为了猪仔 黄先生相信儿子已经被部法集团控制 至今都音讯全无 记者会上一直自责没有坚持阻止儿子 令人心酸 28岁的乌翼主宰摩哈默伊扎 在本月7号被诱骗到缅甸 四天后向马来西亚国际人道主义组织求救 没想到获救后却死在了缅甸移民局扣留所 留下妻子和两名孩子 据了解 莫哈默伊扎是心脏病发去世 但是他生前并没有心脏病记录 加上死亡前一小时的视频流出 让人不禁怀疑他是中毒身亡 郑成龙在记者会上揭露 死者被揭发在死前一个小时 呼吸困难无法说话 全身不受控的颤抖 怀疑是中毒迹象 死者的妻子努鲁迪亚娜在受访时指出 丈夫是在社交媒体上解释一名男子 随后获得对方赠送的机票 从关单飞往泰国 十天后就会回家 没想到被卖猪仔到缅甸 他也强调 丈夫从来没有任何心脏问题 接获丈夫的死讯后 也感到晴天霹雳 来看一则无国寄孩子的新闻 四名兄妹因为父母在印尼结婚后 没有在大马补办注册 导致四人在申请大马卡时面对困难 无法像其他国民一样求学和工作 这四名兄妹当中 长子阿兹克已经24岁 三名妹妹分别是22岁 12岁和9岁 四人多次申请却次次碰壁 除了无法求学和报考 他们还面对无法就医 无法考取驾照和印证稳定工作的困难 他们今天在捍卫自由律师团顾问 苏仁德兰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呼吁政府承认他们的公民权 为他们办理大马卡